接著是姚聰嚴議員 請簡單做一個總結就是四項憂慮一項歡迎 歡迎就是我上個星期原本進入一個緊急質詢 就是有關保護沙羅洞高生態價值的地方 今天很高興聽到在施政報告 他用積極考慮非原子換地 這也是一個好消息雖然沒有決定 但是四個憂慮就是大家會見到 其實現屆政府這麼多份施政報告 那個想法都是透過增加供應 來解決樓價和商業的租金和樓價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這次好像當成績表那樣說 就說住宅的供應已經增加了一倍很多 商業的樓面供應更加一年 等於超過過去四年的總和 這是在說幾倍的上升 原本如果他的理論正確 這麼大幅的增加供應 租金和樓價早就應該回落 但是大家看到的事實就是 不單止沒有回落 繼續是高位向上的 那麼你就會看到 其實這一屆政府所用的藥方 本身是出了問題的了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檢討 也都是沒有回應到 他如何說服市民去那個藥方是有效的 你看到港人港地是提都沒有提了 而且根本現在第一期推出 根本沒有人買得起 也都會看到就是辣椒一再加辣 也都說明就是他的辣椒本身就已經無效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 他今次的施政報告是繼續鼓吹大幅增加供應的 所以是向著一個繼續錯的方向走下去 但是今年有一個新的增加供應的點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去觸及到郊野公園的 這一招其實可以視為顧忌從施的 他幾年前提發展陸發帶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最初就是提三項很容易入口的條件 當時是說已經沒有直批 已經荒廢 市民就覺得都沒有直批了 算了 給你用 這次再用這一招 他就提到就是有三個條件 就是說那些郊野公園在哪裏 沒有人去的 也都沒有生態價值的 這樣就拿來發展了 這個正正是步步就是進逼 遲些就會有個局長在網上寫 就說已經進入第二期 第二期的條件又會好像陸發帶一樣 又是珍貴的地段都會被發展 這個大家市民要小心 第三點就是棕地那裏 大家會見到就是棕地其實 已經黎頭山事件清楚告訴市民 是沒有執管的問題 但是他在施政報告裏面 沒有提到會去諮詢檢討 城市規劃條例的 只是說繼續嚴格去執管 但是根本沒有執管權 你嚴格執管也執管不了 另外他就說有兩年的調查期 這個其實大家已經看到了 你放一個窗口給現有的農地的業權人 就是趁這兩年的窗口期 就大規模去進行破壞而已 所以如果不做凍結 是一個危險的調查時間來的 最後一點就是 他有提到就是會把西九文化區的商業 酒店住宅用地就是授予西九管理局 然後用BOT的形式去發展和分攤收益 這個大家要小心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既可以繞過立法會申請撥款 又可以繞過政府內部的指引 連公司合營的指引都不用跟 所以西九管理局就變成另一個黑洞 就是無法監管 而他甚至乎可以不需要招標 就是用上一次那個形式單標獨批 就是把珍貴的地段 就會批出去給友好的財團 這些在施政報告裡面 我們看到他的動作 仍然是沒有回應到市民 在過去五年對他的不滿 所以這四個憂慮希望大家要繼續關注 在土地房屋發展方面 你會見到是很奇怪的 就是如果你說他的目標 他就是零分的 因為樓價租金越來越高 是已經連續第六年世界最不能負擔的城市 但如果你說他的手段 他就非常成功 他那種不斷增加供應 今年你看他的報告 你就會看到樓宇供應已經大超一倍 商業的樓面面積的供應 是等於過去四年的總和 所以他的手段就是很高分 但他的目標就是零分 即是說他用錯藥 所以他越勤力做的手段 就只會害到香港更加 即是連綠化地都沒有了 請問他提到西九那個 即是轉交私人發展商的項目 想問姚教授 因為其實林鄭本身就是西九的主席 而他之前其實也都有見 即是大家都在說他 在臨三月之前 是有跟地產商發展商有一個會面 你可不可以這個 首先這件事會不會變成一個地產發展項目 第二就是會不會有利益衝突 尤其是他是參選特首的話 已經不是西九管理局的主席了 應該但之前去談這個BOT 我相信一定是有直接參與其中 大家如果記憶不差的話 應該記得之前之所以 要將整個西九的計劃推倒 從來正正是因為市民極度不滿 將西九變成一種官商勾結的平台 就怕再有數碼講的翻版 所以才要出現西九管理局 誰知現在即使有西九管理局 又是舊調重彈 又是可以用公司合營 而且這次更加危險 不是政府的公司合營 是透過調撥土地給西九管理局 他就完全繞過了政府內部的公司入營指引 也都不受立法會監管 也都不需要 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 他突然間可以不需要諮詢 又不需要超標的 現在變成更大的黑洞了 我只是想問我問問 董 Yuchou 特意向授具有推推進更多賣 with high ecological value into country parks while developing on the periphery of parks that have lower ecological valu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plan 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proposal?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not yet a proposal. You just urge people to take a serious consideration. But following the previous example, about four years ago in the policy address, he mentioned about developing Green Belt. Indeed, it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And just like today, you will find that he put forward three conditions for people to consider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develop those areas within Country Park, satisfying the three conditions. I think it's a kind of asking for permission to develop Country Park. And similar to the pattern of developing Green Belt, I think later on, then he would further develop another so-called phase two, with other conditions, and so as to develop more and more Country Park. So I urge people to be careful about this kind of right suggestions. Oh. of the example? oh.